欢迎来到小厨局花艺学校 我是花艺师吴妮艳 中秋节快到了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中秋柚子花莉 那在开始之前我们先进行花材介绍 首先呢大家可以在家里随手找看看 有没有类似这样的长方形的盒子 那我今天找到的这个盒子呢 是一个黑色的盒子 那待会这个盖子我们就用不太到 那因为呢我在观察这个盒子的同时 我发现这个盒子有一点金色的内衬 那盒子是全黑的 所以我想要在这个盒子的黑色的部分呢 加一点缎带的装饰 好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着手来把这个缎带 粘在盒子上做一点装饰 好那我们要如何粘上去呢 我们会使用双面胶 所以我们现在断带的另一面先粘上双面胶 那一边粘的同时呢 我们就可以一边把它拆开 因为我们不太确定我们到底是需要使用多长 所以我们可以一边粘 一边粘双面胶 然后一边把它粘到我们的盒子上 好那好了之后呢 我们再其中一个面上打一个蝴蝶结 蝴蝶结呢 我们就直接抓着两个耳朵 耳朵交叉 放进圈圈里 拉紧 好那你再稍微去调整一下你的蝴蝶结希望的尺寸 好调整好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它粘到你的作品里 一样用双面胶粘上去就可以了 好 那蝴蝶結的尾巴呢 我們可以把它對折 剪斜切口 它就會形成一個魚的尾巴 對折 剪斜切口 變成魚的尾巴 好 那好了之後 我們就在背後黏一個雙面膠 把它固定上去 好 那這樣我們的禮盒的斷帶 跟蝴蝶結就已經裝飾完成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開始來切海綿 好 那在放海綿進去之前呢 我們先需要準備一張玻璃紙 這樣玻璃紙呢 我們要把它塞進你的盒子裡 好 那玻璃紙呢 我們一定要把它鋪的平整 然後盡量都 每一個角落都有鋪到 才能把海綿放進去 好 那接著呢 我們先量測一下你的海綿放進去的尺寸 好 我們是需要削掉一點點的 很小很小一點點而已 好 接著呢 我們要把這個海綿剖拌 剖拌完把它立起來 然後呢 直直的往下削 好 削完之後呢 我們就放一塊進去 然後另外一塊也放進去 然後另外一塊也放進去 好 那這樣就剛剛好 好 接著呢 這個高於紙盒的這些玻璃紙 我們就全部都剪掉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已經高於這個紙盒的玻璃紙 我們都剪掉了 接著呢 我們要把這個柚子 放進這個作品裡 但如果我們直接放 它就會底部會沾到海綿的水 所以呢 我們可以先用剛剛的玻璃紙 一小塊 大概就是跟柚子底部差不多 可以剪個正方形 好 我們就準備一個正方形 然後把它墊到花氣裡面 然後把柚子放進去 好 所以呢 我們的柚子 它就不會直接接觸到我們濕濕的海綿 它中間是有隔一層防水的玻璃紙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來插花 插花的範圍就會在這個L型裡面 因為我們的柚子這一區就 是很像是一座山的概念 我們希望在這個柚子的山下 有很多低矮的花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開始來插花 首先呢 我們第一樣花材準備的是 朱莉葉庭園玫瑰 那我們今天的朱莉葉庭園玫瑰呢 開放的非常的大 如果說大家剛從花室買回來的第一天 可能沒有那麼大 那這個花呢 我大概是已經養了兩天左右 所以它開的非常的漂亮 那所以它算是我們今天所有的花材當中 它的花朵比較大 所以我們待會先從大面積的花來開始使用 好 特別提醒大家 我們今天的花呢 都插非常非常的低矮 那記得每一支花金記得 還是一樣都是寫斜切口喔 好 我們插了兩朵大大的 竹莉葉庭園玫瑰 那在低矮的過程中 我們還是讓它有一個特別的定義 一個比較高 那給大家一個小提醒 就是如果你要插很靠近的花 一低一高 建議先插低 再插高 因為有時候你高的插下去之後 你低的可能會無法進去那個洞裡面 你可能會一直被高的這朵遮擋住 好 下一樣花材呢 是黃色的乒乓菊 那大家可以翻閱一下 過去每一年我們的中秋花禮 我們都會使用到這個 象徵樂園的黃色乒乓菊 然後所以呢 如果說大家自己在家裡 如果也想要做一個中秋節的作品 都非常推薦大家 可以準備這個黃色的乒乓菊 來象徵中秋節的樂園 好 那我們的黃色乒乓菊呢 首先我們先一樣插了一高一低 再次提醒大家 低的先插 再插高的 那我們一樣都是做很低矮 在這個低矮的花的過程中 我們還是有一個特別低 一個特別高 那另外兩朵呢 我們要稍微把它分散開來 在這個花盒的這個空間裡 那現在呢我們剛剛又插了兩隻乒乓菊 分別一隻在我們作品的左下角插 非常非常低矮的 基本上是比這個盒子還矮 另外一隻呢 稍微微高出盒子一點點 在這個作品一樣是在左半部 比較後面的位置 所以我們讓它做一個就是 有一組群聚 有另外兩顆是散開的 下一樣花材呢 是我們今天唯一的一朵是 柏麗恆之星 那柏麗恆之星呢 我們待會一樣會比較偏差低矮的 但是我會稍微讓它比低矮的話 要高一點點 因為它這個花朵呢 如果說它全部綻放 會有非常非常多的小白花 圍繞著一圈 所以呢 如果說你插得非常低矮 這些小白花 就會埋沒在其中 所以我會希望它可以有一點 一個空間是可以好好展現 這些柏麗恆之星的 好那給大家看一下 我讓它跟這個柚子 有一個綠色的延伸 所以我讓它跟隨著柚子 就在柚子的左手邊在這裡 那它的白色的小花 也不會因為我插得太低矮 而無法展開 所以我們就預留一些 綻放的空間給它 下一樣花材呢 是淺粉色的捷梗 那這款呢 捷梗它的名稱叫可麗粉 是一款我近期非常喜歡的捷梗 跟大家分享 好那我們的結梗呢 我們插了這裡一個主群 這裡一個主群 分別都有一高一滴 一高一滴 那一樣都是先插低的 再插高的 好那下一樣花材呢 我們又回到了我們的 朱立葉亭圓玫瑰 那待會呢 我們要在目前這裡有一個 比較大的空曠的地方 我們想要再放一朵 朱立葉亭圓玫瑰 好給大家看一下 增加了一個朱立葉亭圓玫瑰 在這個位置 下一樣花材呢 我們要使用的是 橘色的迷你玫瑰 那使用前 我們先把橘色玫瑰 稍微修剪一下 橘色的迷你玫瑰 我們把它修剪成 單支單支的 那最後呢 這個分岔我們可以先留著 如果說待會兒太長了 再修剪 那如果說不太需要修剪 它卻可以直接拿來使用 兩款的頂竅 讓它倒閉 在那邊 有些不太是 自己的部分 波子 途中 開始 好那给大家看一下 刚刚迷你玫瑰呢 我们点缀了三个地方 一个地方是在这里 就是在你的作品的 左后方的地方 我们点缀了这两朵是原本它的分叉 那我就两朵一起推进去 那这一个呢是独立一支分叉 我让它稍微长得高一点点 让它虽然是在三朵的族群里 还是有高中低 那我第二个族群呢 我是放在 以这一朵 就是右前方的乒乓菊 在它的周围围绕住三个 迷你玫瑰 那一样是有高有低 那最后一朵有零星的 我让它在这个柚子的旁边 这里有一朵小小的 点缀一点小小的橘色 因为这一边相对起来 比较没有这种深色的颜色 所以我们就点缀一个比较深的橘色 在你的作品的右手边 下一样花材呢 是这个浅橘色的迷你非洲菊 好那橘色的迷你非洲菊呢 我们点缀了四朵 那这四朵呢 分别我们就找自己的空隙 就是你现在这个作品完成了 像我的空隙有四个 我就刚好在前方中间旁边后面 我各找了四个空隙 那这四个空隙我还是有高有低 所以这个作品非常重要的就是 你所有的话虽然都很矮 但是在矮的过程我还有更矮 以及比矮再高一点点 就是比较说全部都很平 再让它整个矮的过程中 还是有高高低低 那最后呢 我们要使用最后一样花材 就是尖叶尤加利叶 我们要用尖叶尤加利叶把剩下来 你还能看到的微小的空隙 稍微填一下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填一下空隙 用尖叶尤加利叶 我们先将尖叶尖尤尔加利叶尖道 我们在一个月里 我们先备用尖数据 记 бизнес 好那我们的作品这样就完成了 那今天这个作品呢 我觉得非常适合大家可以自己在家里试试看 因为它不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作品 如果说在花艺作品当中有分等级的话 有分难易度从0到5 我觉得它大概等级会是在1的地方 就是非常适合初学者 你自己买花材就可以在家里做 而且盒子我们家家户户可能 你多少都会有盒子 例如说可能你买鞋子的鞋盒 或是你买一些餐具的纸箱都可以拿来做 那你可能会觉得说 可是纸箱鞋盒它可能外表没有那么漂亮 大家也可以稍微去文具店买个像类似这样 可能黑色的纸 然后弄个金色的缎带 就非常漂亮了 那中间的部分呢 我们再复习一下就是玻璃纸 海绵 然后放柚子 柚子记得下面要垫个防水的玻璃纸 接着就可以开始来插花了 那我们今天所有选用的花材呢 都是比较偏黄橘色系的 比较跟中秋 月圆 月饼 柚子 这几样元素去发想的花材的颜色 那至于呢 花材其实没有特别选用一定要什么品种 那我选择的 特别我第一样选的花材是 适合中秋象征月圆的乒乓橘 那接着呢 我就开始从这个黄色去做一些延伸 像我觉得月饼是比较偏橘色的 那月亮有时候也有一点点橘色的 我就开始想说 那橘色的花材有什么 我就想到了迷你玫瑰 浅橘色的非洲橘 那橘色在浅一点点 可能浅橘色的就有朱丽叶庭园玫瑰 非常的漂亮 那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作品其实非常的简单 所以大家也可以照着我们刚刚以上提供的教学方式 你就可以在家里试试看做一个中秋节柚子花礼 那在中秋佳节这一天这个作品非常适合 如果说你们有家族聚会朋友聚会 你可以带着这个作品放在你们的餐桌中间增加过节的气氛 那也可以非常适合拿来作为送礼使用 你只要有一颗柚子 一个纸盒 海绵 花材 以及玻璃纸 你就可以完成这个非常有过节气氛的中秋柚子花礼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何家平安 我是花医师吴宁燕 小厨居花艺 期待与你的每一次相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